你們是鬧鬧啊 你們躲起來嗎 切割得很乾淨啊 孩子一個都不能少 而你零容忍 可是孩子一個一個的死 到底要怎樣 新北市以及台北市社會局 蔣萬安侯友宜 你們一個都別想跑 不要一直甩責任 要社工出來勇敢面對 請問你們的社工是包案的嗎 從頭到尾你們這些高層也沒有督導 什麼都沒有 一開始其實我想像 所有的媒體朋友們 以及關心凱凱案的社會大眾們 甚至關心兒童議題的所有的網友們 先跟你們致歉 我這兩天的沉澱 是因為我沒有辦法 面對同樣是拔指甲的案件 所以沉澱了兩天 但是我知道我必須站出來 我們不希望再有孩子在受害 我們看到這幾天 許多的政治人物都在表現 許多的官員都在呼喊 要做什麼要做什麼 但是這樣的一個嚴重的 慘絕人寰的這樣的一個兒虐案件 是應該各個單位各自為政 去做不同的呼籲嗎 一定不是吧 陳建仁院長 您是行政院院長 我必須要跟您說 加強甚至多一點的仿視 坦白講 對這樣的案件是沒有任何意義的 它是跌床架屋的 這只是會讓社工寫的報告更多 不會對事情有任何的幫助 兒虐的事情它是跨部會的 我希望從行政院中央這裡 能夠成立一個 跟兒少相關的一個專有的辦公室 不要告訴我說 已經有很多的辦公室了 不要再成立了 如果從國民黨執政到民進黨執政 都說少子化是國安問題 孩子一個都不能少 兒虐零容忍 但是只淪為口號 沒有積極的作為 為的是什麼 不是任何一個中央政府 或是地方政府都能夠處理的 他是應該要跨部會的 大家來積極的來合作 而不是各自為政 你做你的我做我的 我希望 陳建仁院長 你能夠看到這些孩子 無助的哭喊 做一點積極有意義的事情 再來我要講的是 二問我要問林萬億政委 很多年了 我一直在跟您呼籲 積極的 私心的 想要增加更多的社工 是你的期待 是你的期望 但是 這是錯的 我已經講過很多次 這是錯的 如果你沒有把整個 這樣的一個體制跟架構 去做一個全面的改善 你增加再多的社工 這些社工還是陣亡的 他們沒有成就感 他們只是失望的 離開這個職場 社工 經驗足夠的社工 還是沒有 你理解嗎 為什麼 我們社安網會做不好 因為林萬億政委 你們 只願意 找學者專家 在 辦公室裡面 然後看著資料來開會 你們了解食物上面的困難嗎 食物工作者在 我們台灣 不管是地方政府 或是中央政府 都沒有受到重視 所以所有的這些法規和制度 他都不能夠定定的完善 滾動式的修正與時俱進 因應現在失能家庭 以及婚姻有一些挫折的這樣的一個家庭 這些無辜的孩子 是需要被另外一種的機構來做保護的 不是一直放在激養家庭 然後沒有激養家庭 就沒關係 這個也可以 那個也可以 一個孩子都不能少 但是死了多少孩子 可不可以聽聽我們食物工作者的聲音 讓我們的聲音能夠盡到修法 能夠盡到你們可以在討論的 這樣的一個會場裡 三問修法聯盟 還有 雙北 新北市以及台北市社會局 蔣萬安 侯友宜 你們一個都別想跑 不要一直甩責任 不要請問修法聯盟的高層 昨天你們出來開記者會 林之嘉董事長說 都是你們的錯 然後 要社工出來勇敢面對 請問你們的社工是包案的嗎 接了這個凱開的案子之後 從頭到尾 你們這些高層也沒有督導 什麼都沒有 都是由他一個人處理的嗎 你們都不用看他的報告嗎 都找到哪去了 當林之嘉你叫這些 這個社工勇敢的面對的時候 他有錯 我不知道 我們現在還在司法爭吵 如果他有錯 難道你們這些高層沒錯嗎 他勇敢的出來面對 你們是鬧鬆啊 你們躲起來嗎 切割的很乾淨啊 王玉銘你是董事 俄福聯盟的董事 你12月底你不知道這個事情嗎 你如果知道 你有沒有積極的作為 你做了些什麼 你如果不知道 你們俄福聯盟 真的實在是讓人失望透頂 你們的執行長也是嚇到爆炸 一開始 昨天 前天記者在問的時候 他竟然還跟記者說 孩子剛開始 換家庭 換環境 比較不好帶 你這什麼意思啊 你知道 外界大家的感受是什麼 你覺得這孩子是因為 他會被打是因為他哭鬧嗎 你是專業的一個執行長 這麼大的組織 再來 什麼叫做 難道要拖光光 來檢查 你在講什麼 你專業嗎 你們是不是距離社會太遙遠了 關在香港塔裡面 錢又太多 什麼情況 我跟你們 我跟你們 是有一支保佑 非常好的一個 共同在倡議的關係 但是今天 是非對錯 我必須要講 我知道兒童團體很少了 我不應該 來講這些事情 但是知道 俄福聯盟對 許多社會大眾來說 你們是兒童守護的期待 可是你們怎麼可以 遭到這種程度 可以甩鍋甩到這樣 還沒有了解清楚 就是說 外界的說法是不是 你了解嗎 你怎麼可以幫 你們沒有查清楚的事情 掛保證 你們什麼都答不出來 拔到荒腔走板 好笑嗎 這是什麼團體 還有呢 侯友宜你在幹嘛 蔣萬恩你在幹嘛 你出來積極的處理了嗎 好像不關你的事耶 衛福務有請我幫忙 好幾年了 重大而略死亡案 家土支持服務體系 請問12月發生事情 雙北市都沒有人報告的 那請問衛福部 要把我這個民團的人 拉進那樣的一個群組裡面 來幫助這些社工 沒辦法處理的 幫助社會局處 請問到現在 台北市社會局跟我聯絡了嗎 一個都沒有 一生都沒有 躲到哪裡去了 到底在幹嘛 難怪上個禮拜 你們社會局還有人在販毒 搞什麼東西啊 我告訴你我真的非常的生氣 我很多年 因為我可以坐在桌上 跟政府官員開會 我進到談判桌上 我可以在那邊講話 我不上街頭了 可是 這次的開開案 我真的忍無可忍 全民的怒火 你們聽見了嗎 許多無助的社工 他們在體制上面 他們完全沒有成就感 疲於奔命 清零點水也跑不完的案件 你們知道嗎 能不能改善 需要真的手寫報告嗎 需要用電腦打嗎 可以用別種的不同更精進的方式 簡單一點的處理嗎 讓這些社工的業務量可以少一點嗎 時間多花一點在孩子身上嗎 甚至是不是可以成立 因應現在的整個家庭結構的變遷 成立一些小型的家園 由政府來監督 社工只要負責在裡面陪伴就好了 不用到處跑 在那邊看這個孩子 看那個孩子 約這個保母 約那個保母 約那個媽媽 約都約不到 孩子就死了 一個一個的死 你們說一個都不能少 可是孩子一個一個的死 到底要怎樣 而我愛你 可以去哪一個人 可以去哪一個人 農藏 尚